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肥料大比拼在前院放的这几个生菜怎么样 首先是1号化肥 这个长得还好吧 然后2号的尿肥已经全部都死了 应该是回不来了 3号的这个是草木灰复合肥 长得还行吧 4号这个我说不了它到底是死是活 我看起来它还在还有一点点感觉有一点点生机啊 这个应该是我的最后放进来的那一株 它已经死了 但是这两个是之前它奄奄一息的好像又反省过来了 所以这个怎么办呢 我们先留着它们吧 我感觉它们还能活过来 所以现在就是2号尿肥这个挂了 我现在想要么就把1号或者是3号 这边它们因为是里边都有两个 我把其中一个拿出来 放到尿肥这里边给它替换一下吧 看看尿肥这个我们打开里边是什么情况 表面有一层凝结物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生菜死了 我估计很大可能还是太阳晒的 所以现在我们再把3号的生菜换一根过来 看一看3号复合肥这里边的情况怎么样 3号表面也有一层这个凝结物 但是水是清澈的 看它根系已经挺发达了 这比刚放进去的时候要发达一些 说明3号这个溶液还是不错的 但是2号尿液那个就比较浑浊 好现在上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1号化肥一切正常 2号尿肥的死了一次 然后用3号的给它匀了一根过来 4号的这个还在苟延残喘 我们再观察一天吧 看看它是不是这个会有所好转 第二天再过来看一下 好像这个尿肥当中的表现还行 活下来了 3号 4号 4号这个怎么样呢 感觉它还活下来了 感觉它支愣起来了 再给它点时间吧 我感觉这个人活下来了 这两个都活下来了 但是心移植过来这个死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两个老的虽然受伤了 但是活下来了 这边呢是基本上全军覆没了 只有这里还有一个小牙牙在活着呢 我决定要做出一个违背祖训的决定了 我要把里边我已经养了很大的生菜把它们移栽过来 这里小牙真的是生长不了 太残酷了 它们活不下去了 大家好 我是催花狂魔祖教授 我又回来了 这几个在户外放的生菜呢 现在是已经可以说是全军覆没了 只有这个化肥里边放的这两个有可能还能活过来 但是我也不打算让它们继续在这里受罪了 因为外边的阳光实在是太强了 对它们来说实在是太摧残了 然后呢 我这里准备了一些室内培育的一些大的生菜 它们应该是已经比较强壮了 所以呢 现在我们就要从它们当中抽取四名幸运儿 来参加这个惨无人道的实验了 看我这么漂亮的生菜 这么漂亮的根 我的天哪 我都不舍得往里面放 真是爆脸天雾啊 放进去可能就阴阳两格了呀 这个位置还算是风水宝地吧 旁边都是黄瓜的大叶子在遮着它 给它们提供了一点点的遮蔽 现在我们这里已经是下午快晚上了 给它们一点时间缓冲一下 希望明天它们能从太阳的毒手之下生存下来 加油吧 加油吧 这是第二天的上午十点半 目前来看它们表现还可以 没有表现出来有无精打采的样子 现在我们的太阳马上就要到达议定战场了 很快啊 它们就将直接面临太阳的试炼了 我们来看一下LED灯光下面的这些生菜苗都怎么样了 这是化肥的 看同样的生长条件下 化肥的这个已经长得比较大 而且它两颗都是这样 这不是单个的一个生长优势 这个是三号的肥料 这个是三号复合肥 应该是草木灰肥 这个长得还可以 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是二号的尿肥 尿肥不知道怎么就蔫了 这两个都躺在下面了 我们这里绝对不存在温度问题的 这两个又看起来不像是死了 只不过是非常的虚弱 四号呢 这个是四号复合肥 是尿肥 蛋壳肥 还有蚯蚓粪肥 再加上一点点的胭脯菌 四号也不行了 四号这个是彻底完了 我打算把草木灰的这个 云一个给尿肥 二号尿肥 然后把一号化肥的 云一个给四号的这个复合肥 现在就暂时这么决定了 好 现在一二三四 我要重新都给他们安排上了新的生菜苗 我认为呢 LED下面的这些生长实验 其实是蛮有借鉴意义的 因为它很单纯 就像我们在外边自然光条件下 有的时候可能天阴了 有的时候可能天突然爆热了 可能突然刮风了 下雨了 变冷了 这都是很难预测的 不稳定的生殖条件 但是我们在LED室内的时候 恒温 恒光 所以我们在LED下面如果出了问题 那基本上可以确定 就是这个溶液的微生物 可能出了问题 这两个现在尿肥和四号复合肥 都出了问题 我们继续观察一下 把新的苗移过来之后 它们能不能适应这个新的溶液 我们再拭目以待吧 这个四号的不行 昨天刚放进来 现在已经也变成这样了 我得赶紧换了 这个溶液肯定是不行了 四号有具肥 这个不行 昨天刚转过来的时候 还是这样子硬挺的 今天一看就变成这样了 让它换到万能的水培杯里了 现在里边是Mb化肥 让它缓一缓 看看能不能活过来 我估计里边肯定是微生物大爆发了 我想想怎么办 再处理一下 反正现在室内LED这组 是四号彻底退出了一点 一段时间就被她退出了 然后再时看到